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他的家人和他所在政党的领导层提出同样的问题 你们最大的敌人唐纳德 克朗普现在希望你们做什么 然后做相反的事 克朗普可盼着拜登能继续参加大选 这样他就可以从现在起到选举日 每天用15秒钟的电视和广播广告 当然还有社交媒体上的迷母 围绕拜登上周辩论时 与无伦次的表现狠狠地打击他 每则广告都会问 如果俄罗斯人 中国人或伊朗人攻击我们 你希望在凌晨三点接听电话的是这个人吗 这将是克朗普共和党邪教绝对有信心赢得的竞选 我怀疑邪教分子一直都知道 克朗普在许多关键民调中领先的唯一原因是 拜登的许多潜在选民担心的不是物价上涨 而是年龄上涨拜登的年龄 如果共和党能把这个变成问题所在 大选胜利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那么什么会让特朗普凌晨三点还睡不着呢 我的猜测是出现这个场景 拜登向他的家人和高级顾问求助 并引用音乐句汉密尔顿 Hamilton中的一句台词 乔治 华盛顿 我要辞职了 我不会竞选总统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 对不起 什么 华盛顿 最后一次 放松点 跟我喝一杯 最后一次 我们今晚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将教会他们如何说再见 是的 特朗普现在最担心的是 拜登会教这个国家如何说再见 他担心拜登会展现 把国家放在第一位的领导人和政党 与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领导人和政党 特朗普和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区别 尽管这些共和党人知道 特朗普的许多前顾问都说 他不适合担任公职 尽管他们知道 特朗普试图推翻上次大选 尽管他们知道 特朗普除了对所有反对 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 进行报复之外 并没有为国家的未来 制定真正的计划 特朗普是一个在大时代里 不愿意说再见 甚至不愿承认 自己在2020年 公平公正地输掉了大选的小人 拜登如何才能做到 对国家最有利 对特朗普最不利 答案不是手忙脚乱的 把一些慌乱的捐款人 争取到自己一边 硬撑到11月 坚称自己只是在一个辩论之夜 表现不佳 也不是挑战民主党 看他敢不敢罢免自己 他应该把自己和党 提升到整个纷争之上 这就意味着 他应宣布放弃那些 已做出承诺的代表的支持 他们将在八月 芝加哥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 使他成为提名人 并与民主党合作 立即开始建立一个 有序的程序 让下一代民主党候选人 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立场 最终由大会代表选出新的提名人 顺便提一下 林肯总统和两位罗斯福总统 都是通过大会投票获得提名的 到头来都给这个国家 带来了相当不错的结果 如果他愿意的话 拜登可以选择支持副总统 卡玛拉 哈里斯 也可以保持中立 但他应该明确表示 提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来决定 在民主党大会召开前的六周 以及大会召开的时候 美国每个人都将密切关注 下一代民主党人中 最优秀的人为国家 提出的充满希望的愿景 这将与共和党大会 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的唯一纲领 就是他们亲爱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 到时候会很混乱吗 当然会 但现在每个替代方案都很混乱 拜登可以补充说 一旦民主党的替代候选人 获得提名 他将利用他的声望和地位 以及这一举动 必将为他赢得的所有政治派别的 美国人的赞赏和钦佩 确保他们击败特朗普 这样一来 拜登就不必疲于应付铺天盖地而来的 关于他心智衰退的攻击性广告 而是可以通过电视广播 进行信息轰炸 反驳特朗普的谎言 同时提醒选民 他们之所以在2020年选了他 是因为他们知道 只有由一个团结人民的人 而不是复仇者来领导人民 美国才能保持伟大 比如广告一上来 可以是特朗普在上周四辩论中 抛出的最令人发指的谎言之一 即自拜登入主白宫以来 美国经济一直是一场灾难 拜登可以这样说 唐纳德 我看到消息说 你因为性虐贷和诽谤义 真卡罗尔 而必须赔偿他8830万美元 我刚刚大概算了算 如果你在我宣誓就任总统的那天 把8830万美元 投入标准普尔指数基金 那么现在涨幅将达到约40% 大概是3500万美元 唐纳德 真是一场灾难 想想这笔钱能帮你付多少律师费吧 还可以引用特朗普的言论 即关于他是如何 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合作的 而拜登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 拜登可以这样说 唐纳德 如果普京可以在我们的选举里投票 他会投票给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他了解你身上的这一点 你永远无法组织起 能将他赶出乌克兰 并遏制中国的联盟 而我可以 你会抛弃这些联盟 因为你能想到的 只有生意场上的交易 唐纳德 持久的联盟 就像持久的婚姻一样 不是交易关系 它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加固的 你对待我们的盟友 就像他们都是特朗普大厦大堂里 没有付购租金的鞋店一样 你不仅在我们的盟友 对乌克兰的贡献方面 胡说八道 他们实际做出了大量贡献 你也不知道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放大了美国的实力和价值观 对特朗普的这种反驳 将是拜登能给予他的党 和所有美国人的最好的离别礼物 研究总统的学者 挑选总统 Pikin Presidents 艺术的作者 高塔姆 穆昆达 前几天向我指出 1783年 当乔治华盛顿宣布放弃对他的任命时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那位摧毁了大英帝国的君主 曾说过 如果他真的放弃任命 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14年后 华盛顿再次这样做了 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总统职位 而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终身总统 通过表明 有时总统能为国家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放弃这个职位 我们的国父确立了他的伟大地位 今天 面对资内战以来 对美国民主的最严重威胁 瞧拜登可以效仿华盛顿 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 拜登不仅是一个好人 还是一位真正有影响力的总统 他值得被铭记 因为他在2020年拯救了美国 使美国摆脱了特朗普的领导 带领我们走出了新冠疫情的黑暗时期 通过了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立法 恢复了人们工作的尊严 促进了像绿色经济的过渡 并且最终 他知道何时以及如何说再见